眼前这个性感妩媚 美丽又精致的美女竟然是个男人你敢信吗 在泰国 三条腿的男人很难找 但变性人却一抓一大把 大到影视明星职业模特 小到超市售货员都能看到这些比女人还女人的变性人 这里的变性人数量高达20万 这一群体也被称之为卡托伊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在泰国会有这么多的变性人群体吗 在泰国北部伊桑地区 这里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绝大多数的人们靠着种植水稻为生 许多男人从小的时候就寄希望于改变自己的性别来改善家庭条件 在当地的一所学校里 仅仅1300名学生中就有多达50多个男孩 希望自己在将来可以成为卡托伊 他们各个长相清秀 言谈举止间都透露着女生本该有的样子 当被问到将来是否愿意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时 有一大半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 这些孩子们认为自己从生下来就是个女人 只是被困在了男人的身体里 剩下的这些孩子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命运 13岁的蒂姆在面对镜头时 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女人 在她看来无论从各方面来说 自己更应该是个女人 作为班里唯一一个特殊群体 她并没有受到排挤 早已跟班里的同学们打成了一片 因为就连她的老师同样也是一名卡托伊 已经在这所学校执教了八年之久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老师也更加感同身受 因此她也会在开家长会的期间跟家长们沟通 并让他们理解尊重孩子们的选择 不仅如此 学校的管理者也同样认为 他们理应得到尊重 还特意为这些孩子造了一间 专属于他们的卫生间 学校规定除了不能留长发 不能穿女装 他们可以适当的化妆打扮来 慢慢适应女生的日常生活 因为家里离学校路程较远 所以每天放学地母都会骑着摩托回家 13岁的她已经有了一间独立的卧室 她的房间里摆满了女生的用品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为了让自己更加女性化 她已经开始服用一些增加磁性激素的药物 这种药物在泰国随处都可以买得到 小小年纪的她根本不知道 这会给她的健康带来多大的危害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地母的父亲起初非常反对儿子的做法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父亲也慢慢开始接受 她尊重儿子的想法 并希望她能健康快乐 地母的妈妈则一直态度坚定地反对 她认为这种行为无法接受 因为儿子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她更希望儿子能像正常男人一样娶妻生子 每到周末的夜晚 地母都会约上三五个好友前往附近城市逛逛夜市 每次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买一些漂亮的衣服 因为她要从现在开始像女生一样梳妆打扮 只有穿上女装自由地走在街上 才能让她感觉做回了自我 她的梦想就是希望将来成为像波依那样美丽优秀的女人 作为泰国知名的变形超模 波依可谓是万众瞩目的对象 但是从外表看上去简直比女人还女人 一年前她完成了梦想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女人 为此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 如今的她美丽动人也更加的自信了 哪怕知道自己的寿命会变得很短暂 但至少每天都能开心快乐 成为真正的女人后 她的事业也在节节高升 各种广告代言接到手软 无论是现场的工作人员 还是幕后导演对她都是赞不绝口 她的身材样貌就连女人都会无比羡慕 当然能够变形成为大美女 并且取得一定成就的少之又少 大部分人盲目跟风 即便是变了性但平庸的气质和脸蛋 也注定她们很难成功 要命的是不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差 艾美丽起初也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女人 她天真的认为只要变成了女人 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可当她在十几年前做了变性手术后就后悔了 变性手术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 反而给自己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 身体更是一天不如一天 无论是精神和肉体每天都备受煎熬 如今她非常反对这样的做法 因为缺乏相应的监管 导致许多年轻人很容易受到这种诱惑 从而做出让自己和家人后悔终生的决定 在巴提亚 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变性人选美大赛 来自世界各国的卡托伊都会来到这里参赛 他们有很多人在自己的国家备受歧视 在这里不仅不会受到歧视 反而能够得到许多赞美和追捧 也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可以昂首挺胸大声地 告诉所有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女人 舞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尽情地向观众们展示自己的美 无论能不能拿到名次 对他们来说得到认可才是对自己所选择的最大肯定